我喜歡 那時候 44% 是什麼概念 然後我那時候有一個 做醫護的朋友 他就非常鄭重地警告我 你真的要減肥 你如果再不減肥的話 你還沒40歲 你就會高血壓 不然就中風 對啊 他就非常非常野水 你怎麼吃得吃到40% 沒有 因為我臭我以前真的 讚嘆了頭皮 我怎麼覺得你是在問我 以上節目 由大同氣密窗 冠名贊助 有時候在聚拍戲 也是叫他們叫麵 叫飯 因為這個有時候 沒有選擇 所以等於一天三餐都愛吃澱粉 然後蔬菜吃得很少 所以常常會造成 我連上廁所 因為一般人我去看 他們奇怪怎麼進去 就出來大號我一兩分鐘 我進去我都要半個小時 有一次我上廁所 我要起來的時候 大家吃蔬果 都會吃到一種東西 叫做什麼 可溶性纖維 可溶性纖維是可以降我們的血脂的 你看到血壓跟血脂 都會引起心血管疾病 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蔬果裡面有一種東西 叫 植化素 嚴格來講不是一種東西 它是很多很多 可以抗氧化的好東西 氧化 就是說我們身體的自由基 跟以上節目 由大同氣密窗 冠名贊助 這樣疾病的人 不要吃蔬菜的嗎 不是 不能吃太多會不會 它是一個過濾器 那如果過濾的時候 太多渣渣的話 會不會讓它過濾的時候 就是 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這方面有一點 他們不知道幹嘛要按 妳會先接嗎 他們兩個沒有發現 他們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妳的觀念是什麼 一樣 我們沒有一樣 你英文解釋說要先切後 沒有 看也是說要先切後 要被碎 好了 愛的榮耀後 請收看醫學大聯盟